中午我們每天都要關心大家吃的安全 替政府要先一步來把關 讓大家吃的不要在這邊膽戰心心的 台中今天有一個知名的老店 他的配菜損絲被驗出來說 殘留的二氧化硫含量超標8倍 吃多了可能會氣喘過敏 現在黑心食品風波鬧那麼大 業者還是照常營業 而且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 已經立刻要求供貨商 馬上把合格損絲 把更換上來 別再出包了 剛炒好的酸菜筍絲擺在白飯上 搭配主菜排骨焢肉 這是台中知名老店阿障飯蛋的 招牌吃法 但最對味的配菜筍絲 卻被消保处剪出二氧化硫超標8倍 不要吃就好了 不覺得吃得平均的話 所以我還會剩30倍 民眾食不安心 連老店配菜筍絲都淪陷 而根據消保处的檢驗報告 阿障飯蛋的筍絲二氧化硫 每公斤殘留0.24公克 已經超過法定上限0.03克的標準 吃多了可能會引發氣喘過敏 對供貨的上游廠商聯益行出狀況 阿障飯蛋老闆表示 第一時間已經要求供貨商立刻 全面更換合格的商品 坦言自己也是受害者 經營幾十年的老招牌 因為損絲殘留的二氧化硫超標 沾上了黑心食品風波 生意多少送一下 但業者照常營業 更換出問題的損絲 也要求供貨商出示合格證明 危機處理要將檢測超標 對老店的傷害降到最低 中天新聞六人原兵台中報導